来到慈禁玉佛典礼的现场 这群来自马六甲丹尼尔小学的孩子 一点也不陌生 因为这是他们第二次的参与 而今年 老师也邀邀家长出席 奉上一杯茶 再送上一个拥抱 孩子以行动表达对妈妈的爱 感人的影片启发孩子孝心 不止即使表达对父母的爱 也把爱延续 就是那个妈妈不在了那个天堂的午餐 真的 再不孝顺就是没有了 很感动 想到我们的孩子会孝顺我们 可以教我们的儿女怎么样孝顺父母亲 不要孝顺要尽早 不要等到来不及了才来孝顺 妈 我爱你 起站起来抱妈妈 你希望很久了 一路来他可能比较害羞 比较不敢 可能抱着这个活动 他敢跟我讲这些 他心中的话 用行动来表现 就我一个人要关心他多一点 孝顺活动是连接爱的桥梁 让亲子之间更加贴近 带来新闻马来西亚马日甲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